亚洲投顾的吴月展分析师 老师午安 师姐午安 大家午安 还要请教老师 怎么来看待在今天的盘式观察 我们看到说在目前 台股是呈现开机震荡 那么可以看到说 今天在AI族群 其实昨天不管看到像是广达伪创 都是在出现了破敌 但是今天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广达 终于是守住这个境线 那么可以看到说 在AI族群的部分 很多也都是有出现持稳的迹象 老师正在说 在这个族群 因为可能很多投资人 手中没有持有 大家对于说这样的操作 老师要怎么建议 先讲到这一个 AI的族群 其实今天当然看起来 好像有点表现 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偏向 还是要适时的做一个调节 那当然原因是什么 我们就慢慢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我们先看伪创 伪创在这一波 我觉得算是比较相对稍微疲弱一些 那昨天是跌破了百元关卡 那跌破百元关卡之后 一天就顺势又再度 占回百元关卡 但是过去我们一直提醒大家 上方我们要注意的是 109的位置 那这一波呢 其实在9月14、15号 其实回撤 来到高点 大概107跌5 就上不去 就马上就下来 又再破址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虽然即便是占回百元关卡 但是真的有机会 向上再挑战109吧 这个地方我觉得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觉得109压力 看起来好像是稍微有点沉重了 所以以目前的这个状况 我觉得只是稍微跌破之后 做一点的挣扎 所以其实我不认为 这个是一个乐观的讯号 这是第一个 然后再来我们看那个广达 来这个2383的广达 目前季线的位置是在223 223.1 早盘确实是有占回 但是目前的价格也是在223附近 所以这个地方 那个像包含像刚刚的伪创也是一样 它的季线虽然是一路还是在向上 但是目前像伪创已经是跌破季线 比较久了 那广达这个位阶 其实就是靠近这些季线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呢 能站上当然是好事 但是客观来讲 这个季线还是会持续向上走 这个就是相对于广达的动态走势来看的话 会是一个缺点 就是它季线如果持续向上 那价格如果不能真的顺势的再往上攻的话 那它就始终会站不回季线 这会是形成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变成是说再往下测的话 可能就要注意前波低点 大概206附近的位置 那如果这个位置能守住的话 还可以形成一个高档的一个横盘整理 这样的几率是比较高 但是客观来讲 以他们的走势 其实到了近期都是有一点亮缩整理的格局 那在这种状况 因为前面都有一大波的行情 那在这边亮缩整理 能守在这边其实算是强势了 那所以除非后面 真的有一些买盘能够持续的进来 但是以他们这种大型的股票而言 谁能买得动他们 那就是一定要外资 那如果外资回来的话 那台币就不应该这么弱 所以简单讲 就如果台币开始回稳的话 开始走升值的路线的话 那你说再回头注意这一组 机会是比较有的 但是可以再从这里再延伸说 今天晚上的凌晨 今天的凌晨 应该说明天的凌晨 联组会的利率决策会议就会出来 然后再来会有新一波的 那个利率点证图的状况 那就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那个当然今年就Fedwatch而言 他们的看法 仍然是说再升一码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然后再升两码几率还是有的 这几率分别是再升一码大概是59.8% 再升两码是35.4% 但是其实记者也有调查 一些基地学家 在芝加哥大学 这边有90%的经济学家认为 至少会再升息一次 甚至有40%以上会觉得 可能会再升息两次 所以简单讲 如果美国还是呈现一个 持续升息的一个状况的话 其实对于新市场一定会有所影响 那反观 近期受到影响最大的个股是哪些 其实大概就是本益比相对比较偏高的 那当然AI族群就是首当其冲 AI族群它的状况 因为股价从去年的10月 一路低点一路上来 其实都大涨非常多了 那涨到这里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 他们的基本面 就是所谓营收的成长 并没有很明显的大幅的成长 并没有跟上股价的成长的幅度 然后再来虽然说 他们在毛利率上面 看起来是有所的增长 这部分当然是AI的效应 制服器的效应 但是你营收没法大幅成长的话 股价有涨这么多 那市场上在调节的话 就会开始注意说 那些高本益比的个股 我们是不是首当其冲 先来做一个调节 我觉得状况可能是这样 所以近期 大家都提到说 所谓的投信作帐的族群 投信作帐的族群 在上上个礼拜 9月7号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有他的节目 就特别推荐 像8081的智行 6285的奇迹 跟3596的智益 这些族群 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 本益比相对比较低 所以其实近期的投资风格 看起来有一些变化 你说强很强的个股 大家追价的意愿 似乎是没有这么的高 反而大家会回头 去追逐一些 比如说像低基期的 低本益比的个股 甚至包含像封测的族群 那当然封测族群 还有00929 这一个上市的概念 那他们其实看起来销量不错 近期的成长也是秩序的出来 所以长到这里 那可以注意到 像00929 近期在高档 其实是稍微有点 数量的一个格局 那在这种格局底下 是不是代表一件事情 那这个 这一波的丰盛的行情 会不会也开始会造成一个休息的状况 这一部分我们也是率先先提醒一下大家 那当然 接下来可能会回到哪一类的族群 因为其实通常预期 就所谓的像联总会的利益政策的预期 那外资可能事先都已经开始有猜了 所以外资在拆的过程 你说台币这一段时间相对比较弱势 这样很正常 但是有时候反而是怎么样 就是真的所谓的利空出境 真的事情政策底定之后 那反而资金就会有新的动向 我觉得反而有可能是这样 所以接下来你说包含进入到第四季 然后再来所谓的总统选举的行情 在这一部分的角度来思考的话 有没有可能反过头来 第四季反而是外资有机会回流的一个状况 然后再另外 也是提醒大家 在那个第四季到隔年的第一季 当然11月14号公布3Q的季报之后 后面还会有所谓的那个空窗期 所以这一波 9月到9月底这一波大家就注意 投信作战行情 差不多也要进入结账区了 那结账区的时候 大家如果有获利的 也是投信的爱股的话 那我觉得可以适时的做一个调节 然后接下来就迎接所谓第四季的行情 货归三雄等等的非常强势 那他们有没有可能他们的规模也相对大 然后机器可能也相对低 这一部分我觉得也是有这个机会 倒是没有问题 但是可能主流还是会回到 譬如说像电子的族群 那这一部分其实我觉得像那个 3037的星星啊 8016的南电啊 因为他们有一定的规模 然后他们也占有一定的全职 所以甚至像 比如说像联电这一种类型的个股 也有可能是外资亲爱的标的 这一部分我觉得后续 大家可以往这种角度来做观察 我先给大家做个参考 好这个呢是在今天相关族群的表现 那么可以看到说 其实近期大家很关心 就是在这个PCB的族群 其实老师昨天也有提到 在PCB的族群的近期股价表现 也都还不错 老师怎么来看待对这个族群的操作 其实PCB像我们刚刚讲的 像3037星星啊等等的 其实在载版的部分 AB5带版的部分 其实在先进制程 这些那个先进封装等等的应用上面 大概都是很必须的啦 那这个地方他们 股价其实说实在话 近期的这一段时间 他们也基本上就是 趴在地上挣扎 但是他们在这个地方挣扎 相对的好处是什么 其实就是殖利率 看起来是相对的比较好 那在过去 其实前段时间 应该也是9月7号 那一天同一天我们在介绍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就有介绍说 像4958的真顶 因为真顶它其实真的就是趴在地上 完全没有什么动静 然后所以说 它这个地方稍微有点拉抬的状况 近期又站上了际线 所以看起来 好像也是有一点空间 那但是这个地方 我觉得可以注意一下 譬如说像CCL的族群 CCL它在近期 像台光电 它在那个 那个8月24号建一个高点 然后在9月6号高不过前高之后 开始就做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回的格局 那它能不能在高档维持一个震荡的走势 这个地方我觉得就要注意 那如果可以的话 那其实这个位阶好像也是相对的低档 所以当然了 以我们的角度主观来看的话 我们是期待 它能有所的撑住 它能撑在这边 那撑在这里就相对的 对于台股的那个个股 会比较有那个支撑的效果 那当然其中像包含6274的台药 其实这一波也是 在那个7月31号建高点之后 后面在9月6号又再度挑战一次 那看起来也是维持一个高档整理的格局 那同时它的季线持续的向上 在这个位阶 它能不能够持续的守住 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察点 那如果他们能够守住的话 那对于台股会有一个支撑性的效果 那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讲到指数 以指数的角度 昨天跌破月线 今天也跌破月线 下方的支撑 当然就是注意半年线的位置 所以变成是上方有季线的反压 然后下方有半年线的支撑 所以看起来呢 接下来开始进行一个整理的格局的几率相对高 那整理的格局怎么操作 其实操作上面就提醒大家 可能要注意的就是真的 可能手脚要稍微快一点 然后把获利的预期稍微下降 那在买的时候 像这种盘式 压缩格局的盘式 或整理震荡的盘式的话 通常我们会比较建议 比如说像逆向交易的做法 就急跌的时候 有撑的位置 去做个买进 那急涨 高不过前高 或者是过高又拉回 适时的做一个调节 或者是遇到急拉 或者是急杀的时候 做一个反向的交易 这个大概是近期操作上面 比较重要的一些小诀窍 给大家做个参考 好 这个也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好 我们今天来看到说 这个在报纸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在现阶段 今天有看到说 在散装的航运力多 我们观察到说 在其实近期 也可以看到说 在股价表现 有稍稍回温 这个部分老师怎么看 其实航运的族群 客观讲 当然你说近到下半年 大家都是忘记 其实昨天 我在跟一些同学 在聊天的时候 我们也特别提到 像这个景气循环的族群 我们也重复 跟大家定义一下 景气循环族群 我个人的看法 因为Google上面 我们搜寻 好像没有什么人定义过 但是我们没关系 我们就帮大家定义一下 基本上景气循环族群 我觉得几个特点 第一个 它的量能 就是产能是固定的 所以简单讲 像譬如说 货贵三雄 船有多少台 不会说今天10台 明天变20台 不容易 你说真的要花钱买的话 你可能都是要 有一定的制造的时间 所以像这种状况 我的供给量是固定的 我的价格会受到什么 会受到需求的影响 这个就是 所谓的景气循环股 一些基本的特征 因为这种特征底下的话 那你说 最近巴拿马运河塞港的问题 那有没有机会 带动运价的上涨 其实确实是有 确实是有 这个部分当然是不可会言 但是你实际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要注意一下 我觉得我们实际上 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 那怎么观察这些的个股 其实很单纯 因为它的运量固定 它的收入 营业收入到底能不能顺势的成长 这个就是一个观察点 那当然以它的状况 我们从近期的月增率来看的话 米长龙为例 其实它从三月开始 其实开始有点月增率 但是三月那时候 可能是相对的淡季 但是到了近期 你说七月八月 其实他们有默默的 小小的小小的成长 大概七月成长5.84% 然后八月成长6.38% 大概在月增率上面 确实是有所成长 所以你说 有没有回温的迹象 看起来从营收的角度 确实好像是有 但是这个成长的幅度 跟当年我们所谓的航海网的一个状况 好像相去甚远 对客观讲就是这样 因为那时候的成长幅度 当然我们现在不赘述 但是OK 所以你说短线有所反弹 在低机期的状况 然后在基本面 可能有稍微好转的状况 有反弹是OK的 但是你说会有大行情吗 我觉得相对比较保守 所以你说真的要操作的话 是不是要买 真的要买的话 那我觉得上方大家也要设定一些获利的预期 不要抓得太远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考 然后那如果讲到获利的预期 那我觉得第一个 以仓用的角度 我们欢迎全职来看的话 其实我会觉得在上方可能压力 可能就靠近130附近 大概慢慢压力就会来了 那你现在大概117 117.5 那这个位阶的话 坦白说你上去就可能10块出头 大概是这样 那可能连10% 可能10%左右 大概是这样的扩利预期 所以操作上面建议不要追高 那他如果有机会稍微拉回一下 你说要承接的话 那到时候再来做承接 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策略 这部分是这样的建议给大家做个参考 好这个呢是对于说在今天这个相关族群的表现 那么也要请教一下老师 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天盘面上观察到说 在这个近期油价式持续的高涨 那么也可以看到说呢 现在马上这个联准会也要宣布公布利率的决策会议 这个部分老师怎么来看待 其实联准会的决策会议 刚刚我们稍微提到 这里我们就再稍微讲细一点 因为一般我们现在经济学界 他认为是什么 其实虽然通膨的压力是趋缓 然后劳动力市场 就是劳动市场其实也在走软 但是他们认为美国经济的潜在动能还是非常强劲 所以说通膨的目标如果是2%以下的话 认为借贷成本还是要拉到更高的位置 这个地方我觉得毕竟客观来讲 你说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不再就是如果我是联准会的话 其实是有点两难 客观来讲 我觉得如果这时候放手 那你说真的我会前面反而是功亏一篑 就有可能是这种思维 那以我们讲过往 我们看美国政策的一个逻辑 其实他们是比较利用什么 调试性预期的概念 大概是怎么样的角度 就是他会释放讯息 告诉市场说 我要就是我政策方向往哪里 我的目标在哪里 那这个地方市场就会借由 你们的预期我开始去调整我的动作 那所以说 如果我们从飞话区的角度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的话 今年升息一到两码 这件事情其实在五月的利率决策会议的 那个利率点真图上面 其实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所以你说近期 大家说 那个说今年不升息啊等等的 这些新闻我认为啦 我们都会比较把定义成叫noise 就是所谓的噪音 或者是杂音的部分 所以简单讲 在这一波 你说真的实际上 那个美股涨不太动 台股也涨不太动 台币也是比较偏弱势的走势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部分大概都是市场对于 这个联总会利率政策的预期 但是呢 这一波的观察 那当然九月到底会升不升 我觉得今天晚上揭晓嘛 但是我觉得除了升或不升这一点之外 其实利率点真图的一个预期的状况 因为实际上我们就实际上的历史的状况来看的话 其实去年应该说上一次的利率点真图 比较高的位置其实就是到目前的水准 但是你到了五月的时候 其实反倒真的预期又是提高了 大概5.75 5.5到5.75的这样的range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呢 这里还能维持共识的话 那我觉得市场反而会放心 就说OK 差不多了嘛 其实就这样也没有再更恶化 那甚至如果利率点真图是稍微 真的因为他们是那个大家投票决定的嘛 那如果能稍微再降一马 就到5.5的区间的话 那对于整个市场 那就会有非常大的激励效果 这个地方我会觉得观察利率点真图 倒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那当然相对的 如果九月也是决议说 我们先升新一马 但是利率点真图会调降的话 其实我觉得 就如果以主观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倒是有的 就是我调升 但是我的利率点数反而是稍微下降 那对于市场 我觉得就有机会 在酝酿所谓的第四季的行情 这不能给大家做个参考